而龟山岛从3月份到11月份开放登岛 是县内重要的观光资源 因此县府未来希望朝向夜间游航增加观光人潮 不过为了维护生态 东北角风景管理处也表示会严格管控人数 以人气由于龟山岛开放登岛 吸引许多县内外游客来体验 所以对地方是非常大的观光商机 因此为了带动更多人潮 县府表示连接龟山岛赏金 外奥冲浪及乌士港的海鲜 引进饭店游艇观光建设 规划夜间游海行程 相信能创造更多的观光发展 在我们关的龟山岛 尤其是我们在古山岛到欧洲港 有这么好的天然海洋的住院的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古山岛 现在龟山岛国家风景固定管理 用国欧区的方法 和繁星人数来登岛 配合生青春团 不过我们在建国 现在有这么多观光商机固定 要来跟我们家租 所以我们这地也要来增加 更多油气的租丸的开发 包括我们亚间 很多油客来跟宜兰 我们这地团山的海域 也要来上西洋 甚至也能在组约顶 吃这种饭 还有一个游航 介绍更漂亮的海洋生态 包括有液调 或者是在海洋上面 我们也可以推广风帆 跟很多的油气活动 这方面 管理政府已经配合我们的一个 漁人码头的计划 我们要把整体 还做整合油气资源 因为对于 龟山岛登岛人数的管控 外界质疑有过量 对此东北角风管处 正中对外说明 绝无此事 现在当然 我们在当地有凡击人数 不过也有很多人欢迎 并且这五百人 也听说有黑箱作业 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让宜兰的观光发展 可以更加给大家 更加发力 更加接受 我们希望东北角国家风险区 跟所有的旅行业者 我们要一起合作 一定要采取公开透明 公平 这个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幸福 游客出来 就是说从事海洋的一个活动 它不一定登岛 它有做专门赏金的一个 油船 这个部分 就不计计在登岛的一个范围 就是说飞山岛大 是死一个岌岛 就是要做出境的一个管制一样 海型会做身份的一个查核 我们登岛也会做身份的一个确认 目前三月份平日登岛十五百人 假日七百人 六七八月份都是比照 假日办理 宜蘭修记者张力宁采访不到 我一定要接下来 你 感谢观看